由杨阳、赵露丝等主演的古装剧《且是天下》正在播出 剧情渐入佳境,精彩的故事才刚开始 随着剧情的推进,封兰西成功解决科举舞弊危机 白丰西也带着天双门的师兄妹们前往雾山跟师傅会合 在雾山,白丰西遇到皇朝和玉无援,三人一同闯关 后来,远在雍金的封兰西也来雾山参与试炼 自此,全天下最杰出的四位少年参与试炼 谁能得到机缘,成为老者选定的人呢? 故事看到这里,很多人好奇 为什么诸多江湖人士要去雾山参加试炼 为什么封兰西、白丰西、皇朝等人也要去 这一场试炼到底有什么好处 让大家如此向往,争先恐后地前往 这里就要提到一个关键性的东西 兰英碧月 通过封兰西和白丰西的对话 我们得知,只有通过试炼的人 才可以拿到兰英碧月 而兰英碧月则是武林至尊圣物 拥有它相当于拥有整个武林 所以江湖人士才会纷纷前往 不死不休 说白了,兰英碧月就像以天剑和屠龙刀 是武林尊宝 人人都想拿到 那么问题来了 兰英碧月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从同作者的另一部小说《兰英碧月》来分析 兰英碧月不是玉牌 也不是令牌 更不是金银财宝 宝剑宝刀之类的物件 而是世间至美之花 没错,就是很美丽的花 但是这花很特别 绝对世间少有 花开并地有两个花苞 分为亦黑亦白 花瓣就像弯月一般 阳光之下发着一种金玉式的光泽 最为特别 能培育出兰英碧月之花 并且为之所用就是机缘之人 是命中注定可以一同武林之人 所以江湖人士对兰英碧月 极其追宠 白风希和黑风希 双双进入试炼的最后一关 心魔 在这一关 黑风希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是白风希帮助她走出心魔 两人一起通过老者的试炼 拿到兰英碧月 他们一人拿着兰英 一人拿着碧月 分开保管 若有需要则放到一起 在预告中 为了得到一个兰英碧月 玉无缘不惜对凤七吴下手 让凤七吴深受中毒 性命垂危 为了救凤七吴 封兰西叫白风希帮忙 并且坦白 凤七吴曾追求过自己 也就是通过这件事 玉无缘露出马脚 被封兰西 白风希拾破真面目 原来幕后主使 竟然是她 玉无缘想要兰英碧月 有两种可能 一是想利用兰英碧月 得到江湖人士的帮助 快速完成天下一统 二是想解除家族的诅咒 玉家人一脉单传 都活不过三十岁 玉无缘想要摆脱宿命 但人算不如天算 玉无缘机关算尽 还是被白风希 风蓝希识破 其实蓝英碧月 不仅是武林质宝 同时也是风蓝希 为了迎娶白风希 而准备的聘礼 蓝英碧月是至美之花 拿到种子之后 风蓝希就一直在 培育蓝英碧月 历时八年的时间 才培育出一株 蓝英碧月的成功 让风蓝希对未来充满信心 八年时间的辛苦培育 虽然才开出一株 但这恰恰证明 只要努力就会有结果 当风蓝希将培育出来的 蓝英碧月送给白风希的时候 白风希明白了 风蓝希的意思 她这是要将 蓝英碧月当作聘礼 以整个武林为聘礼 风蓝希真的是大手笔 正因为这样的真诚 打动了白风希 也成就两人美好的一生 当然 小说和电视剧 还是有所不同 从雾山回来后没多久 白风希和风蓝希 就互相喜欢了 而且还表白成功了 风蓝希不要苦心培育 蓝英碧月八年 这倒也不错 你觉得呢